好了 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听到 好的 我们一边等着其他朋友 咱们一边 我们先交流一下 那这几天 咱们上了两个课 有什么收获没有 然后有没有什么自己目标 想做的一个视频 需要我们去做一个大作业呢 做的当时做了会 但是如果不马上一直练习的话 就有的细节又忘掉了 这个没关系 我们其实接下来还有几节课 我们还是要不断教新的技术 教的过程中 会把前面的一些课程的一些 技术会再去巩固的 但是确实需要大家 在上完课以后 不断的再去使用这样这个软件 然后再不断的去 试一试 这个真的是得要趁 结束以后马上就去练习 不然的话那种细节 分分钟就忘了干干净净的 不知道是我继续插 还是怎么的 这个很正常的 很正常 这个我们需要经常练习了 但是其实 我觉得最重要的 不是教这个技术上的细节 因为技术上的细节的话 你永远可以 如果今天想做 你哪怕到网上查 都可以查出来 这是怎么做的 很重要的是 我要让大家知道 有这么样的一个技术存在 所以当你看到别人 有在做类似的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立刻知道 这个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最怕的就是 我们看别人做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做的 这个就头疼了 那你知道怎么做 但不会具体按哪个按钮 怎么调整 就不会做 这个是小事 这是小事 因为我当时 我也有一段时间 学过一段时间 摄影很短时间的 学了以后就发现 真的就知道 怎么欣赏好照片 好照片的标准是什么了 摄影不怎么递 可是学会了标准 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 那你既然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目标 就把这个 把短视频学 学好以后 然后想做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妈妈想想你 想想 你先去跟姐姐玩一会儿 好不好 妈妈 姐姐还在帅家 姐姐起 把她动画面给她开上 不然根本搞不成气 妈妈给你去看她 看她动画面好不好 好 妈妈 妈妈不知道怎么搞动画片 不知道怎么弄 那你走的 就给她弄一会儿动画片去 好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数量不是特别多 尤其不能按时到的 是不是这个大家早上都是睡的比较 齐的比较晚 是吧 是跟我家一样的情况 是吗 我家孩子也是 你不叫他 他会一直睡下去 一直睡到八点多九点 OK 那之前我们再还有两三分钟 我们再等两三分钟 然后之前我想跟大家再交流交流 就是这样节课上下来我想了解一下大家有没有自己再试着去做一些短视频 有没有花些时间精力在上面 这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尤其是因为咱们这节课最终还有个奖品 还是需要大家去竞争一下的 我再有本书 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 叫傻笑的读完心理学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短视频制作 以及一个营销的概念 所以还是要对心理学 不用那么深的了解 但是粗浅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一定要需要了解的 我们做短视频就给别人看的 你给别人看 别人喜欢看什么样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首先要非常清楚的 这是为什么我拿这本书当一个小奖品 但是之前都希望大家可以不断的去把自己生活上 把孩子呀 拍一些孩子 这些小视频呀 给他制作一些效果啊 比如说之前有个 我们有个同学啊 他呢就是给孩子拍这个人物消失的 就像咱们上节课一样 孩子一会儿今天在这个角落 出现那个角落 拍不同的 就像这个 以前我们这个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 看西游记 然后就一会儿变在这儿 又变在那儿 这个效果还是挺炫酷的 然后再上这个音乐 卡点 那个 然后这个出来还是一个比较震撼的 卡点的这个概念 我们最后一节课会讲到 但是呢 我就说大家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心态去捕捉生活中的一些非常细小的 很有趣的一些东西 然后用短视频这个方式来呈现出来 OK 那行 那我们不等了 我们今天要讲 开始我们的课程 我要讲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我先来共享我的屏幕 OK 今天我们的第三课 第三课 首先要就是传达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短视频 那刚才我说了 我们做短视频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别人能看到 看到以后 它可以现在去点击 然后再把我们的视频圈看完 那一定有这样一个目的 但还是这句话 你们在家里自娱自乐 给自己家里做这样的一个视频 没有关系 但是大部分人做的视频 还是需要分享出来 更能够看到的 那么首先你得确保 他们能看到 看到以后点击 所以这就回来一个这个灵魂的拷问 就是咱们知道咱们是米亚哥 有些不同的媒体 他们在做这种人物专访的视频 那这种视频到底有没有人看 这就是一个回来一个问题 其实之前有这个商家他在联系我说 别人在做这个专访视频 你们要不要拍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们拍的会更好一点 那我就跟他讲这个东西 我不拍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咱们圣诞各本地 做这种 是针对华人这个这个人物专访的话 没有什么人看 因为本地老是说我们关心的 并不是本地的名人 咱们本地也没有什么名人 或者是什么成功人士 其实有的只不我们并不关心 对我们来说 相对于他说 地理位置很接近 但心里面还是比较遥远的 所以我这样辛苦做出来以后 没有人看这不很尴尬 对吧 这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媒体 他们做这个人物专访 那我看这YouTube上 播放量有的都是甚至个位数 个位数播放量 那有的上了摆了 后来一发现是这个被采访的人 自己在微信群里面去各种各样去宣传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太走于形式了 对吧 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这个短视频课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个视频 但是你做这个视频 第一有没有人能看到 第二别人看到会不会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会不会给你看完 这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自己本身 第一有一些技巧 一而懂得这个营销和心理 对吧 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你在圣天海本地 做这个人物专访可能没有特别人 多人来感兴趣 除非你去专访方舟子 方舟子最近应该也是在咱们 在圣地亚哥 所以你如果采访他的话 可能反而会有人看 当然大家也是看热闹心情看的 那其他人的话可能就关心的不要少 那么现在就一个回来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在圣地亚哥做什么视频 会有人点击 这个我给留成一个作业 大家应该想去想想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消费者 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是一个这个观众 那么你就想你平常浏览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样的视频 你会点一下就身边的一些视频 或者什么些话题会点一下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 这些是我们可能可以做的一些方向 那这个问题是个很具体的问题 在圣地亚哥做什么视频 会有人点击 那么现在话说回来 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学习做短视频 希望大家在某个领域里面 去专门做些这些东西 那么你要到底做什么样的方向 才会在某个平台上 会被别人能看到 而且会很受欢迎 这就是你需要首先要了解的 就跟我们卖东西一样 对吧 你首先知道自己的消费者 他怎么想 你才能去做这样一个 针对他的产品 对吧 所以这跟销售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叫营销呢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首先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概念 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确保别人会点击的一个视频 而不是做一个 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东西 我要跟大家分享 那么接下来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这个当前这个短视频这个营销上 那这个概念是跟我们以前 接触到的制作视频也好 还是做什么东西也好 而不是特别一样的概念 这个叫黄金三秒 黄金三秒呢 这个它是说是你视频拍摄的 那视频制作出来的视频的前三秒钟 就是你前三秒钟就得抓住人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大家现在大部分人看短视频的时候 都是所谓的碎片时间在看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在很忙 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坐地铁 我做饭的时候 我吃饭的时候 临睡觉前 看几眼 那么如果你这个视频不精彩的话 它可能很快就滑走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确保这个东西能很自然的 它看到以后 那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然后呢它会来去点击进来 然后继续来看这个 然后继续把这个看完 就跟我上节课讲的这个蓝玻璃 对吧 那么首先得确保它能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个短视频的话 我们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手法 知道如何让别人继续看下去 像现在这种短视平台 像抖音啊快手啊 哪个叫TikTok 他们都是不断刷视频的 刷到这个觉得好看 我就继续看上去 不好看你立刻刷到下一个 留给你的时间可能就是三五秒 包括Google 现在这个YouTube上面 我们的广告视频 不是也就是 你可以很多都是 你可以前五秒看完以后 你来决定要不要继续看这个广告 继续看下去 对吧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黄金三秒 黄金五秒的概念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聊聊这个黄金三秒 怎么去做 那么基本上 在短视频里面 这黄金三秒 关于手法 我先把这个罗列出来 一个肢体和动作 画面要吸引人 画面首先还有神秘感 标题 其实这个标题和文字标题是两回事 那标题是你视频本身做出来 视频本身带的这个标题 或者那么文字标题 一般指的是我们视频做出来以后 上传到某个平台 那么它会 你会再要求提供一个文字的标题 因为我们平常看视频的时候 有可能文字视频 文字标题也在下面 还有这个音乐 这具体怎么样呢 我给大家去举几个例子 首先肢体和动作 我现在把这个打开 没有声音 那我们再看一遍啊 有声音 你看 它这个视频就是其实很简单 就是卖口红的 就是卖口红的 它推销口红的 老师好像没有视频声音 没有视频声音 OK 我看一下 现在有吗 没有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我再看一下 要一百七十度牛肉鸽 硬是位粉丝 有 把口红的价格给我 大声 MAC口红官方群见面 活动下 要一百七十度牛肉鸽 梦是位粉丝 把价格 攀到了 九十九 演细份 安排 把口红的价格给我 大声 MAC口红官方群见面 活动下 要一百七十度牛肉鸽 梦是位粉丝 把价格 攀到了 九十九 演细份 你再上课吧 对 你们再上课吧 对啊 打上 打住了吗 是我的掉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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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是不是你那边卡住了 画面也不动了 我好像听不见老师的声音 你们都能听见吗 听不见什么声音都听不见现在 现在呢 现在可以听到吗 可以了 刚才就一直听不到我说话是吗 刚才一直听不到 听到这个广告 听到这个视频的声音 就听不到我的声音是吗 对 这个倒是奇怪 以前没有发生这些事 OK 那么我现在就说 这个视频 这个前三秒钟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前三秒钟 他就说了 把视频 把这个口红的价格打下来 他又用非常激烈的动作拍桌子 把这个口红都震起来了 然后又说把它打下来 这些点都其实是对应了 我们心理中的一个 套其心 就是你在干什么 你要把这个口红下来打下 能打多少 就是让我们继续把这个视频 看下去这样的动力 所以很大情况下 当你的手滑到这个视频之后 你就希望继续了解 这个视频 它能带给你什么样些新的信息 那就是所谓的标题 我们刚才讲过的这几点 肢体动作 这是完全的吻合的 包括这个文 它其实也是一种标题 这也是一种标题 所以这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微信群里 大家看到有些文章 我们管它叫所谓的标题版 为什么 它是这个很吸引的标题 我们也去看一下 但是内容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标题党 那我不希望大家做标题党 你可以做标题党 前提是你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有 有含量的 标题是可以问的 但是至少不要出现这种 应该是因为说的 声音很卡 声音很卡 现在呢 现在好点吗 好了好了好了 OK OK 所以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个 视频的视频 这个声音大家能听到吗 听不到 背后视频也听不到声音 别眨眼了 有声音了 别眨眼哦 OK 现在可以听到我 OK 这个视频呢 就是另一种所谓标题的 那么它一开始 一上来呢 就是给了你一个 这个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是一个静止的画面 然后它说一句 别眨眼了 然后这个是这个画面 它待的时间啊 可能也就是 一秒钟不到 一秒钟不到 但不要小看在一秒钟 它把所有需要你 立刻掌握信息 全告诉你了 如果你是个喜欢做美食的话 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继续看下去 了解一下它怎么做 那这个视频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 在做短视频的时候 从一开始 就给人要么制造这种悬念 要么就是开门见山的 告诉你我要做什么 很明确的 把你的目标客户 立刻点进去 他就要去了解清楚 这所有的信息 所以这就是 非常典型的 这个短视频的黄金三秒 我们需要掌握的日子 咱们回到咱们的课程列 OK 那么时间关系 我就不多举例子了 这个例子就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那么我 下来介绍 这个东西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这个很容易理解 搞得很神秘 像比如说古文小书 一开始给你造个悬念 你要继续看下去 看最后是什么原因出现的 那么这个黄金三秒 它会适用很多的 营销的场所 比如个人形象 我需要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基本上对一个人就已经定型了 我对他一个印象 可能就已经定型 这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接下来 我跟你的所有沟通和交流 都是其实是在帮助我 确认我一开始的那个印象 是不是正确 其实我是希望来证明自己正确的 所以一开始人们就已经戴了有色眼镜了 这就是黄金三秒这样一个作用 一开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在我们这样说的 图片广告也是一样 我们平常在街上走 看到有挂这种图片广告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盯一个图片广告 那么多细节 所以你要在我一眼扫过去的时候 立刻给我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印象 知道你在做什么 知道你这个品牌的感觉就可以了 这是图片广告 YouTube听的视频广告 刚才我说了 前五秒你必须抓住人 不抓人别人就划走 那文字标题也是一样 刚才我说了 就那个所谓的标题党 这就是黄金三秒 它适用很多的这样场合 所以我们就是出门在外 我们经常要注意自己的着装得体 举止得体 就是需要我们要营销自己 不要给别人一些不好的印象 因为很多情况下 你给别人第一印象不好 别人可能也就没有机会去了解 你的第二印象去深入了解你的 这是很重要的 OK那么先举个例子 就前一段时间 有个发展经济小龙做广告 然后他给我们就一些 他写了一些文章 让我们帮助发表 然后我就跟他讲 这文章是有问题的 标题是有问题的 我们这样给你发出去以后 别人点击率不会特别高 为什么 就因为一开始你写了这 那疫情期间 圣地亚哥的房价行情 那这件事 这个所有的这些词 没有什么关键词 没有什么敏感词 然后让我看出去以后 就没有什么 特别想点去看的那种冲动 所以呢 我给他改了一下 就是一天期间 他圣地亚哥的房价 你不跌反涨 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现象 但是是违背我们之前那种认知的 所以他可能会对这个东西 违背他认知的会感兴趣 然后后来你可以写着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词属于一个关键词 属于一个敏感词 为什么这个现象会发生 这个有些人会感兴趣 我们觉得很奇怪 你来给我解释 比前一个还要敏感 或者呢 你就干脆做一个科普的 这些所谓全面的分析 这个房价涨间走势 知道别人在点进来之前 他知道你要做什么 知道你要讲什么 这就是这个标题 不同 他会产生不同的一些效果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文章 不同的文章 同样内容文章 你不同标题 就给人带来不同这样一个感受 他会有不同的 让你点击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刚刚发生一个例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是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 第三个短视频 就是用这个蒙版这个概念 实现视频模术 蒙版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马上打开这个手机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呢 我给大家先放一下 这个蒙版会给我们 什么样的模术 至于昨天咱们放的那种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术 做好这个蒙版 就很简单 水倒进去 但出现豆子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视频模术 我再给他放一下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 做我们的这个视频模术 大家把手机拿出来 我来共享 刚才讲的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去分享的吗 你们觉得有什么东西 想去问一下吗 细节上 好的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10th cut 然后呢 直接把我们的视频 放进来 但我就不再教大家怎么放了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素材 我来多放一下 这个视频说到很长 我就不全放完了 那简单来说 就前面是这个倒豆子 然后我把它就放下来了 中间大空白 这是我自己故意加的一个空白 后面是倒水 这个大家一看 看完了以后应该很清楚 这个东西应该做得很简单了 就是怎么做呢 我现在从这个画面的中间来到 画面这个中间来到 然后呢 上面是留下它 倒水的这个场景 下面是出来豆子这样一个场景 就这么简单 这个时候呢 就用到这个所谓的蒙版这个概念 英文呢 叫Mask 蒙版什么呢 就是当我用两个layer 把两个画面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想只想显示 上面这个画面中的一部分 我就用这个Mask 把它的不要显示那部分挡住它 这个就是一个蒙版 这个呢在图像处理像Photoshop 那是经常使用蒙版和图层这个概念 就是Mask和layer这个概念 这样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把 不同元素叠加在一起 然后只显示上面那个元素 这些都是经常要用到的 所以我们就是做这个视频编辑 也会用到这样的概念 好 那么现在来说我们就来去使用这个蒙版 OK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素材去看一下 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们这个素材分为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前面这部分 我们需要这倒豆子 一部分是中间切换 再加上白色这个 我故意加这样一条 再部分后面我们也是需要的这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把中间这部分剪掉 我们最后再剪吧 我们先把后面这部分把它切下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 后面这部分挪到这来 大概是20到21秒之间的 20到21秒之间 OK 在这儿呢 我先选中这个视频 点击左下面这个Split 这个操作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我现在再说一遍 选中视频 点击Split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视频被分开了 被分开了 那么再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用我们的overlay这个功能 把它分到不同layer 用overlay这个功能 分到不同layer 那么我们现在呢 因为我们是想让这个倒水这个画面 倒水这个在上面 出豆子在下面 我们想的就是把倒水这个画面放到最上面这层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把后面这个倒水的这个视频 把它放到新出来的layer上 所以我们现在选中 选中后面这个视频 对到后面这个视频 后面这个视频就被选中了 然后呢 我们到下面来找overlay 对不起 先不选中 我说错了 先不选中任何视频 直接到下面来找overlay 然后出现add overlay之后 不选中任何视频 点overlay 出现这add overlay以后 点击上面这个视频 点击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最上面这个视频 然后在底下再寻找overlay 你看这图标改变了 是不是 图标改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再点击overlay 它就到了下面来了 我先等大家几秒钟 大家 老师 我一点那个overlay 它怎么就跳到我的相册里的视频的那个文件夹下去了 因为你点了那个add overlay了 你肯定点add overlay了 不要点 不点是吧 不要点add overlay 那我再重新操作 你现在跟着我再重新操作一遍 那么现在我没有选中任何东西 我没有选任何东西 那么现在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注意看现在这个图标是这个画 里面又有个画 叫画中画 那么我现在点这个overlay 在这个情况下不要点add overlay 再强调一遍 不要点overlay 在这个时候点后面这个视频片段 点后面视频片段 再来找这个overlay 大家可以看到名字还是一样 图标变了 图标变了 这个时候再点这个图标 它就到下面来了 OK 那么我现在大家就跟着做好了 然后呢 这个现在两个时间是不对的 两个时间不对 所以我们按住后面这个视频 手按在上面 就它就变成虚的了 然后往前可以拖 按住上面不要松手 就可以拖到最前面 OK 大家都做了操作了 这个很简单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就要用一下这个蒙版这个概念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选中 选中下面这个视频 我说下面是说从上到下 这个物理上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就画面里面 从上到下 选中下面这个视频 我们在底下找哪个呢 找一个叫Mask 现在画面最下面中间这部分 叫Mask 这就是我们做的蒙版 那么我们来点击这个Mask 它呢就会给出现不同的Mask的一些形状 一种呢就中间画条线 中间分一个带状的 还有圆球的 方块的 然后往后分还有桃心的 还有五角心的 这些都不同的 如果你是在这个电脑上 用一些专业的电脑软件去编辑的话 你可以随意去改变这个Mask的这个形状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生最简单的 就是第一个叫Split 那么我先点击 点击以后你会发现 它其实立刻已经出现这个效果了 上面水 下面是这个豆子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其实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效果了 那么我们现在唯一要做什么呢 你看中间这张黄线吧 那么我手按在上面 我就可以拖动它 对吧 你看我拖到不同位置 它就显示出来不同的 你看拖到这儿 上面是水 下面是豆子 放这儿 上面是下面是豆子 我直接拖到最下面 全部都是水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 让你可以随意改变 拖动位置就改变 你要把上面 画面这个上面中的这个视频 要露出来多少 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至于这个小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面还跟着一个小箭头 这干什么呢 它这个叫羽化 羽化的意思呢 就是让你可以柔和的 把这两个画面过渡过来 那比如说啊 我现在把这个羽化呢 把它变得 现在一样最小啊 我要想把它变大点 看什么效果 拉得更远点 你会发现 在这个豆子里面呢 出现一些水 在水里面呢 出现一些豆子 它呢就是把这两个 交界面啊 交界这条线呢 慢慢分出去一些 慢慢的去做模糊做过渡 所以这就会出现 豆子里有水水有豆子 那么我们这次呢 我不需要把它回到最小 我不需要让它做任何羽化 把它划到最小 这样的话明显我们把这个 这个条线呢 正好放在卡在我这个架子 这个中间 正好挡一下 别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我这个整个这个拍摄呢 全部都是用三角架来做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 这个不会出现任何的晃动 然后后面背景是完全一致 如果你不用三角架的话 就会出现 这个中间衔接这个部分 它不对称 它不能自然的衔接 这就很强烈的问题 那而且你看我拍摄的过程中 整体我都没有碰上要加 这样整体我也没有碰我的手机 因为手机也不能动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大家拍摄的时候要注意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选择 对高 就选择状态 这样放在这边 这样效果就其实已经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要确保这样的时间是能最长的 如果说大家跟我放这时间一致的话 放这时间一致 最爱我那个颜色的那个屏接的话 这两个时间应该是准备的 也就是说一倒水 一倒水它就出来倒水 所以如果你不是按照我们的白条之后 历设成白条之后紧接着准备来的话 其实有点准备的话 如果你有实际上没队长 就记得来一下轻轻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用了盲版就可以实现了 那么在这里面其实 我们开始做的中 有一段穿帮的地方 有漏洞 所以就没有感觉 我去故意把这放在这让大家看一下 问题呢就是单独看到 我现在不播放 不播放还我虽然拿手上的水 刚刚水出来了 它一下出锁的 这问题出了一段时间一下就成了 所以根本听不清 现在听不清吗 现在又听得清了 刚完全听不清楚 现在呢我这个 会发现有点画面 没有什么豆出来 对吧 这是因为我在后台去做这个倒豆子操作的时候呢 我没有把它保持一个匀速往下倒 所以这就是成为一个穿帮的一个问题 所以刚刚在拍摄过程中 我们要把这些问题都有卡位的一全面一点 如果回来发现编辑 如果发现这个东西不能做 那么就请你再重新拍一点 我们把这些训练到一遍 这个是基本的 那么再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为了把这个东西 你们听得清楚吗 我这边还是听不清楚 我也听不清楚 断断续续的 断断续 等会我看一下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可能跟距离有关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动 我只是来把这个网页 我看一下 我看我这儿这个 他输入的状态 现在呢 现在是不是好很多了 对 OK 那我知道了 他没有从我这个蓝牙再来进入 OK 我重新来 恭喜 OK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整个这个视频 把它做完整 大家可以看到 把这个拖到最后呢 这就有说这个收 收尾的这些部分 这部分很简单 但是因为大家第一次学 我还要重复操作一遍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你看这什么都没有 豆子还在往处走 对不对 那这就属于点心穿包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就是还在流的过程中 我就把视频停留在这儿 这个大概就是10秒钟左右的位置 那么我们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我们拖动这个两脚视频的最后 我们把它拖到10秒钟左右 上面这也是同样 做同样操作 OK 那么这样基本上 这个视频魔术就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再从头来看一下 那你看再就出现一个穿包了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后面我两个没有对齐 我在这个最结尾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能看清楚吗 我最结尾这个部分 有一个漏洞 那么在这儿呢 我把它拉齐 那这个我的这个视频魔术就做好了 那这是一个蒙版的概念 用蒙版这个概念 去实现的这么一个视频魔术 那这个其实很简单了 这个东西很简单 我相信大家把这个 随着在自己的手机上 把这个素材按照我们的步骤一做 都可以实现出来 那么在基于这个蒙版这个概念 它可能还能实现一些其他的一些 这个效果 我看这有没有这个 没有的话 我给你从手机上 调一个效果出来 就蒙版这个呢 可以产生出来很多的 非常有趣的 一个视频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现在共享的屏幕 OK 今天我们作业 用蒙版拍摄一个影子 被取走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我们要做第三个视频里面 就包括了影子被取走这个视频 那中间还有个镜子里的人 我马上给大家做这个演示 马上做这个演示 然后影子呢 那这个以后我该去来解释 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作业 那么今天的另一个作业呢 就是以黄金三秒为目标 基于你的自己的专业和爱好 你自行拍摄 或者制作一个短视频 或者你写个宣传文案 非常简单 没关系 但是前面三秒 那个标题 就一定要有吸引力 然后你在做视频的话 你就要请前几秒钟 就一定要让我呢 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然后呢 那个作业就是蒙版拍摄一个影子被取走 那什么概念一会儿给解释 或者呢 用蒙版拍摄自己同时出现在画面 不同位置视频 这个大家能想象到怎么去拍摄这样的一个东西吗 自己同时出现画面不同位置 对吧 这个应该很简单 我拍摄 手机放在那儿 静止不动 那么自己呢 在这儿待一会儿 在那儿待一会儿 然后把两个视频剪开 然后挪在同一个时间段 然后用蒙版切开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你甚至可以操作在不同的 比如说同时三个画面 都出现你 三个位置都出现你 我们这都是可以操作的 这你就用到不同的类尔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放一个这个 跟这个影子比较像的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蒙版 把它给大家放 我看我能不能横平来放 OK 再大一点 看这儿什么意思 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拍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镜子里有个你 然后呢 我在做这个动作呢 一开始跟我是一致的 但后面呢 就发现不一样了 现在能听到 那么刚才这个就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一个概念就是 那我镜子里这个出现 那么我两个在做不同的动作 这样就照上这样一个冲突 那么大家是完全可以做一个 自己大家随时都可以做一个这样一个视频 不要你有一个镜子 你能先做一些表情 然后呢再做另一些表情 然后把两个画面放在一起 然后从最中间这个位置分割开 我现在把这个镜子这个视频呢 把它发到咱们群里 OK 那么影子那个概念呢 其实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它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东西它有一个影子 比如你放个花瓶 它有个景子 那花瓶的花呢 你可以把它花瓣扯下来 那么影子就会变 对吧 影子好像就有手过来把这个花瓣拿走了 但是你看那个花瓶里的花还没有变 这不就很简单吗 刚刚我们说了 就拍两段 然后中间你拿蒙板一剪开 前面那段你可以完全是个照片都可以 花瓶的花没有变 但是影子突然被别人取走 对吧 那这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 最最最简单的这么一个影子模术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发挥自己想象力 你可以拍一个影子模术 也可以拍一个 刚才我做的这般 镜子模术 或者拍这个 同时出现在画面不同位置的一个人 你拍人也可以 拍物体也可以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蒙板这个概念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以后我们就是看到别人做类似这种短视频的时候 你就立刻知道这是一个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做出来的 这个呢我们在就是第六节课做总结的时候还会给大家放更多 更多那种就是说你看着其实很酷炫 你觉得非常酷炫一些视频 但事实上都是用蒙板做的做出来非常简单 那么我也希望就是我们上这个课 应该应该是很多朋友还没有来 我们在聊天过程中我就说我们上这个课呀 这个目的不是说这个 一定要让你现在把所有的这些技巧全掌握 也不太可能大家没有这应用的场景 没有应用这样一个项目让大家去把每个都熟悉 但是呢当把这所有基础这些概念就了解 基础技巧你就知道存在这样的一些技巧 他们是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的 那当你看到别人在做一些比较酷炫效果的时候 你是知道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完成的 这在目前来说就足够了 当你有一天你说你也想做一个视频实现什么效果的时候 你知道用哪些技能可以把它完成 但是具体你怎么做没关系 那个时候你到网上一搜都有很多人来教你的 这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首先你脑子里得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技能 不在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上课从技术角度来说要告诉大家的 不需要你们都成为技术上非常做最快的人 不需要 但知道你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 所以这是今天咱们这个课程内容 那么大家今天这个不管是操作过程中 还是咱们这些概念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提一下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比如说视频在播放过程中 我比视频配了一段诗朗诵或者什么样 然后呢我想在视频的下方显示的字幕 刚好赶上我朗诵的这个速度 就比如说我第一句朗诵完 那第一句歌词就消失了 然后第二句歌词第二句那个诗句出现了 然后这个时间怎么控制 就这个 这个控制会这样吗 你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中文的 OK 先这样来说 那首先这个时间我以前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完全是手动控制的 就是我自己去看我的波形 我这样我给你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这个 一个软件 我用的是叫这个叫 Sonic Vegas Sonic Vegas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 视频编辑软件 但这个是不是免费的了 我也不建议大家平常使用这个东西 那我用这个的时候 我现在随便去露出一个东西进来 OK 就比如说露这个 这是我自己把这个课做成一个视频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我这个视频里 在我在做讲解的过程中 是有这个波形图出来的 看到视频里了吗 是有这个波形图出来的 那么我呢 会在里面去插文字 加一个layer 那么我这个文字的长度呢 我是根据这个波形图来做的 OK 但是呢 这个咱们CapCap呢 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办法去直接显示这个波形图 不知道你注意到这个问题 没有 它没有办法直接显示 那么你就只能靠说你一句的插进去 然后呢 自己来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声音结束的时间 完全手动这样做 OK 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很绝望啊 但没办法 我之前有个做十几二十分钟的 都是这样来操作的 但是呢 我肯定还要给你一些希望啊 你如果 你如果可以下载中国版的 你如果不能下载 我们周末的时候 可以帮大家一起来试试看 怎么下载 我其实 你这是Android手机还是Apple Apple iPhone的话比较麻烦 你就需要把你的这个App Store呢 改成这个中国的地址 好 你试着改一下 把你的App Store里面 个人的资料呢 改成中国地址 你把它改成中国的App Store 你就可以下载中国版的检验了 我们其实是在这个 其实安排在第五节课 也就是下周三的时候 会给大家去这个展示 这个检验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它自动实验你的语音 自动添加这个字幕 非常非常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配音就好了 然后它会根据时长 然后自己生成文字 然后按照时间去插进去 是吗 对 它非常智能 那只要它过关 它都可以 你看我卖了半天关 希望给你个好消息 所以这个检验 就是可以完全完美地实现 你刚才的需求 它可以给你调整 这个具体的时长 这个颜色 你整个调整都可以 就非常非常智能 但是呢 英文版 它甚至英文版的检验 甚至都没有对英文的 有关系的 明白了 因为我之前试过 在一个诗朗诵里面插入字幕 结果但是它所有的字幕 就那首诗都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不能一句一句的 你要分在不同的段落里面去 其实专业的软件的话 这个其实你有下载过那种 专门字幕文件吗 对 字幕文件就是这个 像这个软件它也可以自动加载字幕文件 你从这个YouTube上面 有些第三方平台是可以直接下载YouTube的 字幕文件 YouTube它不是可以实现自动识别字幕吗 自动提供字幕 你就是可以用两个APP去合成这一个功能 是吧 一个做视频完了以后 另外一个配字幕和配音什么 对 理论上来说你可以这样来操作了 但是如果你的视频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么长 然后全部在手机上可以玩什么 你是完全可以只用简映来完成这个操作的 明白了 好的 谢谢啊 这个下个星期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个星期我们第五节课 要讲很多关于这个这个中国版的抖音 快手以及简易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还希望当朋友们这个自己尝试的去下载 去把自己的这个改成这个中国版的App Store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的话 安卓手机就要相对简单一点 你只需要下载 直接下载它的App 可以对它们的改成 这样呢 Exx的执行文件就好了 安卓iOS的话 能放一点 它是你的朋友 先看一下 我有快手的那个APP呢 因为它那个快饮 OK 谁家的那个小朋友 闹灯我熊 先静音一下吧 OK 那么下周三 也就我们第五节课 我们会给大家讲很多 它们上的一些比较炫酷的功能 尤其很多些功能 会帮你省去很多的时间精力 所以呢 这个希望大家尽可能在自己的手机上 把中国版的抖音和这个简映都下载下来 最好可以这样下载下来 如果你没有办法下载的话 在群里 我们给大家反映一下什么情况 我们来试试看 好不好 那么下周三 我们要回来讲这个内容 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OK 那这节课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个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 今天不要忘了我们的作业 再来把这个作业放在这儿 那还记得就是我们这节课 我们这一个班呢 是有这个 最终是要根据大家作业的情况 是有一个小奖品的 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 叫傻笑的读完心理学 所以要根据大家的作业完成情况 我们把这个奖品放出去 OK 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 不要忘了写作业就好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老师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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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